7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乌法会见南非总统竹马。 习近平表示,过去两年,我同总统先生成功实现互访,就加强两国合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全面部署。 中南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南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着良好沟通和协调,我对此感到高兴。 中方也愿加强同南非在金庄国际,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战略合作卓有成效,极大丰富了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方愿意同南方密切协作,着力推进在开发海洋经济、产业产能、经济特区、能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中方愿意同非方携手努力,把中非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合作发展动力,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南中关系的积极评价。 南中关系建立在高度互信的基础之上。 去年我访华期间,同习主席就深化南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根据双方确定的合作规划,两国海洋经济、金融、农业、旅游、科技、能源等重点领域。 足马表示,南非赞赏中方长期以来对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 对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的理解和对中非合作论坛的高度重视。 作为今年论坛会议主办国,南非希望通过同中方的密切合作, 使本次论坛取得积极成果。 南非也愿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加强非洲国家同中国的卫生合作。